第23届台飞部长及经济合作会议 日前在菲律宾马卡地市召开 由经济部长沈荣金及菲律宾贸工部长罗培兹 共同主持 会中双方共签署7道合作文件 其中有以台飞投资保障协定最受瞩目 这是台湾在新南向国家中 第一个完成签署的投保协定 未来对旅飞台商的经营投资将有进一步的保障 菲律宾的投资有分40、60 两方双方的合资总会有纠纷的时候 这些投资者都求助无门 除了商会之外 就是我们的助会经济代办 现在有了这种投保协定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我们投保协议 就不必再通过我们商会来处理这个事情了 这次来签认了这以后 我们菲律宾的投资应该可以比较 达到一个安全保障 双方今年签署的包括五道官方协议和两道民间协议 除了投保协定外 令涵盖金融监管、工艺、工业产品标准相互认证 能源、工程以及商会等合作备忘录 投资保障协定对我们台商 我们在新南向的布局 在投资上会比较有保障 借着我们政府的双边的协定 以及双边的机制 能够保障台商投资的安全 以及促进台非经济双边关系更加的深化 在双方共识下 投保协定细节占不对外公开 但官员透露 重点是法规透明化 敬等对待投资人 扩大适用产业 争端解决保护机制 以及发生暴动意外时 透过政府力量与对方交涉 一、二、三、四、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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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